此家族似是三公十分显赫,因功臣太多,被斩草除根一个不留,熟悉三国的朋友都清楚。 三国初期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大势力就是元氏家族。 元氏家族是当时发展最好的一股割据力量地盘大名声广,有许许多多的有志之士。 慕名而来,充足的政治资源,是其他人不能比的强如曹操。 刘备在当时也无法与其比肩说起元氏家族。 很多人都想到了一个词,四世三公在三国志中曾记载,元家祖先元安在汉章第十期,就已经身居要指手握大权到了齐曾孙元奎。 官智太傅今天要说的就是元少女元树的叔叔元奎元奎出身名门,祖上三代都在中书机构做官元家,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官坏世家。 其祖先曾做到三公之一而元奎,年纪轻轻,就已经成为了宰相整个家族都为人称赞。 然而在他任职期间,却是整个汉王朝最动荡的一段岁月。 当时宰官专权,不断残害有志之事使得人心惶惶,整个朝廷都处于动乱之中很多人都认为,按照元家祖上的形式风格自然,不会放任这种局面,继续发生。 但是自从元奎开始,似乎元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往日的清高早已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是两面三刀,一方面与反对派人士,交好好另一方面私通宦官与他们来往密切。 就这样不断在两种势力中穿梭时的元氏一族前,图光明权势越来越大,达到了顶峰在巅峰时元家一家独大四世三宫,就是最好的正名后汉书记载《少力显观先逢卫三宫时中党》是元社。 奎之宗也用事于中身居宰相职位,就能看出元奎自身能力出色,并且作为当时的中枢决策者。 元奎,理应为百姓谋福利为国家求发展,对于危害国家的行为应该言令禁止但是在元奎为观生涯之中明哲保身,是其最好的助解身为宰相没有一点能拿得出手的功绩害怕牵连自己,而回避斗争。 但是元奎身份被景雄厚凭借资历和祖上的功绩,成为朝堂之上最有话语权的大臣。 在合尽去世之后元奎成为顾命大臣之一汉朝的宦官之乱,就是在灵地时期开始兴起,如今宦官的最大保护伞已经离取,再也没有人能维护他们。 此时很多之前被陷害的大家族和外席都着手准备复仇, 他们想要抓住这个机会一举消灭,宦官势力。 但是当时天下大乱各地起义不断,摇摇欲坠的朝廷最大的威胁来自外部势力。 毕竟严格来说,他们还是一个集团的自己人,此时许多人都将希望放在了元奎身上。 由于元奎与双方都有来往但是,他却选择了保全自己,没有及时做出反应而使得局势,变得越来越坏。 就在士族和外妻准备动手的时候,太后却言令禁止他们这样做,此时元奎却相出了一个馊主义。 他将各地的猛将召集回来,企图联手威胁太后在很多人看来,这种逼宫行为明显就是一个馊主义。 但是元奎放任自家后被胡作非为,大将军何进带领士兵来招,却被宦官陷害致死同样的宦官集团也损失惨重。 双方撕破脸皮在京城上演了一番大战连当时的天子都无法阻止何进去世。 两位顾面大臣只剩下了元奎他的侄子元术与元少都手握重兵。 割据一方,此时正是他挺身而出,安顿天下的好时机但是他依旧任何,作为听闻此事的董卓,接到元上命令前来京城仅仅三千兵马,在京城没有任何势力的董卓,却轻松地接收了何进的军队自此牢牢把持朝政,令利留邪为皇帝可笑的是元奎,竟然默许了这一做法甚至十分赞同要知道,元氏一族是受皇恩。 在这样一个多世之秋,他竟然选择退缩完全忘记一个臣子的本分。 当时人人愤恨董卓几乎所有人都想弄死,他如果此时颜奎振臂一呼,想必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前来响应。 但是他错过了这个好机会,或者说他从来都没想过,这样做。 董卓专权把持朝政元术与元少趁机出逃,自立山头组织军队企图对抗董卓。 董卓下令追杀他们,心思缜密的董卓想到元奎,可能会成为元氏兄弟的内应。 于是就下令除掉元奎,就这样一生谨慎,总把自己置身世外的元奎还是,没能逃过凄惨的下场擅长自保的元奎,却没有保住自己的性命,令人可悲。 自治通鉴中曾记载,以后将军元奎为太傅与大将军合进参路上书室,出平元年三月,董卓以元少之雇物武。 杀太傅元奎,太仆元姬及其家持口以上五十余人,元氏一族克己奉公。 坚持元则为了国家赴汤蹈火,始终坚持正义而元奎没有丝毫作为费尽心机拱全性命。 却落下一个凄惨的结局,元怀,身为朝廷重臣没有丝毫作为,反而放任动乱发生让董卓这个小人,或乱朝刚从他一生的经历中我们能发现,有些事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开,但如果凭借一腔热血敢拼敢打的话,或许会有另一番天地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前途的请关注公众号。 静说历史经收历史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迎接每一天。